议论现代民科时间特展以1930年代为背景 探讨现代时间制度引入台湾后 所带来新的生活规律与城市运作 人们在劳动学习消费休闲的新规律中 是如何接受现代的时间观念与制度 以及时间机制如何刻画现代日常 他主要谈的是现代时间的制度跟观念 是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 变成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标准或者是准则 当然现代时间或者是机械化的标准时间 源自于日本殖民台湾开始 那将现代的这个制定了这个标准化的时间 然后相关的观念跟推广 那我们第一个展间就是谈这个落实的过程 跟用这个岛都 就是台北的1930年代的台北作为场景 来说明现代的时间跟新的这个空间 或新的机构机制的这个出现 跟新的身份或者是人民的生活的关系 那在这个二 比如说在清晨的这个六点 我们谈的是批发市场 谈的是这个市场的集中 那当时需要把所有的这个果菜 集中在一个批发市场来排卖 那所以有新的制度 新的农人 有小农 有中间商 有一些制度 那也有一些时间的规定 那在这个过程有一些适应的问题 那类似这样 所以岛都就谈了从清晨六点到晚间十点 各个不同时段可能出现的不同的身份 包括刚刚讲的农人 工人 学生 以及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体操 做体操的这些活动 到晚间有一些新的百货公司 这个电影院等等这些出现 展览分成现代时间的商铅 岛都二十四时 以及时间的模样 透过展览引领观者 思考生活在各种时间刻画的日常 时间是枷锁 亦或是自由 那 所以第一展间的意思是说 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的这个商品 有了现代化的机构 有很多的这个休闲娱乐 愚心节目 社会好像在进步 但是同时在这些这个活动之间出现的各个角色 他有他的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或者是思考 那社会是不是公平 薪资待遇是不是合理 那我的工作的时间 倒都的一天来思考这个现代的问题是什么 那第二展间谈的是时间拉长一点 那除了这个机械的时间之外 另外有一个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西洋力 那这个的在一年或一个月 或者一周的这个时间段落里面 我们想想看有哪些时间被凸显 有哪些时间好像又被抹除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时间跟我们的关系 跟我们社会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时间的模样 我们今天探讨时间的模样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模样 那这个展提供观众一点点空间 一点点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然后提出自己对时间的一些看法 我想我们特别要穆老师 从上一档的这个特展 这个议论现代 1935年的这个台湾博览会 这个特展 那延续到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的明科 这个特展 我们希望展示的让各位了解 台湾在现代化过程里面 尤其在1930年代 那时候 居住在这块土地的民众 台湾人 尤其在平常日常生活里面 包括这个劳动 学许 还有这个消费 还有休闲 这个过程里面 时间对于这个生活的规律 以及这个整个城市的运作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 来了解 来探讨 这个都市有关 比如说时间对于生命的意义 还有这个进步的一个 一个一个诠释 等等这样的一个课题 台湾这近200年的发展 从农业时代 到殖民经济 到清工业 到目前 我们说高科技的ODM OEM 以及就是数位时代的5G时代 在这发展过程中 时间 发生很多深刻的影响 在这里面 大家的生活 习惯随着时间 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那今天 穆老师提供的策展 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也对于这个文明 跟时间发展 就是进步 文明所产生的形式 不管是女性的议题 不管是劳工的议题 都随着时间在地边之中 产生对台湾 丰富深刻的影响 议论现代民科时间特展 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 在台湾博物馆 铁道部园区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组